大家好,我是阿光 现在的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热 我们要多吃一些素菜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凉霸菜 凉霸苦瓜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苦瓜 清脆爽口,一点都不苦 上桌比红烧肉还是欢迎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条清洗干净的苦瓜 去掉头尾之后,我们再从针尖切开 接下来,我们就用小勺子 把里面的瓜羊全部处理干净 瓜羊处理完之后,里面有一层白色的膜 这也是苦味的正要来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小勺子 充分地刮干净 刮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苦瓜切成片 片我们也不要切太薄,大约在一个硬币的厚度 但是,一定要切均匀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 接下来,加入一大勺的白糖,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 接着,准备一小把干木耳放在小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盐和少许的白醋 这样可以缩短木耳泡花的时间 加入温水之后,浸泡10分钟左右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子 先切成薄片 大蒜,我们也可以适量地多准备一些 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 蒜末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 小米椒可以搭配颜色和增加辣味 如果吃不了太辣的话,也可以不用放 全部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我们把香葱全部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在小米椒一起 然后,我们再准备几个干辣椒 硬点刀,点成小段 加入干辣椒,适时做出来的苦瓜 香辣味十足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菜 把香菜切成大约两根分左右的小段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 然后,我们再准备半个紫皮洋葱 我们把洋葱切成细丝 全部切完以后,硬手躲散一下 把切好的洋葱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 接下来,往碗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目的是泡出洋葱里面的辛辣味 下面,我们准备一口锅 往锅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再下入一小把的花生米 开小火,把花生米炒制一下 大约发炒十秒左右 花生米已经全部裂开了 我们就把花生米控油捞出 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再加入一小把的花椒 炸出香味 花椒我们炒制的时间不宜太长 大约翻炒十秒左右 把花椒炒出香味 把花椒籽捞出来 然后,再把粤油倒在碗中 激化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接着,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大勺生抽 少许的橙醋 接着,加入小半勺的蚝油 然后,再加入一勺鸡精 接着,再加入一勺白糖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增加香味 再次,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里,我们就不要加食盐了 一道万能的凉拌汁 就这样做好了 这道凉拌汁可以做凉拌发甲 或者是凉拌凹片 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搅拌均匀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的苦瓜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也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苦瓜表面的一些白糖清洗干净 成分的清洗干净之后 捞出来,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的木耳也浸泡好了 清洗完第一遍之后,我们就捞出来 放在干净的清水中 再次淘洗两到三遍 把稍微大一点的撕成小块 这样方便入味 全部处理好以后 放在准备好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锅开水 往锅中加入一勺食盐 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食盐完全发开 接下来,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油 然后把苦瓜倒在锅中 加入食盐盐,施给苦瓜入下底味 食盐油可以锁住苦瓜的营养不流失 同时,可以使苦瓜不会变色 大约焯水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捞出来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 成分过凉 接着再把木耳也倒在锅中 水开以后,同样煮两分钟左右 成分的把木耳煮至断生 煮好以后,我们就控水捞出 放在苦瓜一起 烧烫苦瓜的时候,加入食盐油 苦瓜一点都没有花黄 我们把苦瓜成分的不凉之后 然后再拧干水分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拧干一些 这样方便入味 然后,把苦瓜和木耳全部倒在大碗中 把浸泡好的洋葱丝 控水捞出也放在碗中 然后再把香菜也倒在里面 炸好的花生米也倒在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就把调好的凉拌汁也倒在里面 然后硬手,成分的抓拌均匀 这里我们一定要多抓拌一会儿 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很多朋友在做凉拌苦瓜的时候 喜欢硬盐来腌制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硬食盐腌制过后的苦瓜 颜色会花黄 吃起来也不脆爽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白糖来腌制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 不请脆绿不花黄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爽脆 把抓拌好的苦瓜放在准备好的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苦瓜的营养十分的丰富 很多地方也叫凉瓜 尤其是夏天 我们一定要经常食用 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留言并转发出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